大家好,我是Desmond,我们今天来到元朗 这条片会一次看完元朗两大鬼屋,少奴和渔苑 首先会来到大唐路附近,眼前一间叫少奴的屋 少奴是一个印尼华侨陈慕清拥有,在1942年建立 一直都是他们全街人住,一街30口共80多人住在这间大宅 直至1970年末,才开始续续搬走 租到1990年末,在2000年末开始荒废 都知一荒废这些屋,就会屡传鬼屋的说话 一定是放在这里荒废至今 而后人对这个保育大宅,通常都意欲不大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就好像没什么特别 但是对于外人来说,在香港很少见到这些残残舊 中西合璧的所谓大宅 但大宅方面,他一直都没有拆 当然中间亦都传过要清拆,兴建 而最新的情况,其实已经是将这间少奴 卖给邓承波家族的家图香港控股 家图香港控股最出名的是什么?就是做老人院 最新的消息是,家图想保育少奴 将他重新装修,尽量改变内部和外貌 免费开放给市民参观 但旁边就会建立一个六层高的安劳院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 因为这些所谓的活化他,保育他一定会变样 我之前也写一个信 电邮给家图公司,想去参观 但我这些小频道,他当然一幅都没有回覆我 坐了也有没有? 你看到现在,少奴已经被围住了 其实去年经过的时候,少奴还可以进去 即是说,还可以走得比较近 去到门口 甚至有些YouTuber在少奴的后面 走进大宅拍过视频 但今天再来到,已经钉了围板 原本这里是一个停车场 你会看到一格格就租给别人 如果你看到Google Map 这个少奴正门,实际有两个汽水机 今天再来到,已经不行了 进不了去了,我们只能去沿观 更不要告诉我,在后面放进去 其实他传过什么鬼屋的事 在元朗附近的居民都经常说 有听到半夜,有打麻将声 有家庭聚会的声音 当然,我没试过夜马来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亦有些探灵的YouTuber AP也试过进去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在我的资料下面 就可以看到那段影片 但现在你看一下 我们纯粹看一个建筑 一般的西关大宅 你看到少奴两个字 右字左读 记住所有正确的中文 排扁式的中文,是右字左 如果你看到有些地方 左字右,其实是错的 现在少奴也都关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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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 所以说出来的音气就比较重 不知道是不是真还是假 刚才介绍的哨炉 就是香港的三级历史建筑 现在你会看到这个鱼鱼更加厉害 曾经是香港一级历史建筑 但在一零年的时候,被人替东菇 替了二级历史建筑 这些是可升可跌的 看你的保育和使用的情况 可以升级和降级 到了二级历史建筑 其实跟一级都没有分别 之前也介绍过 除了法定估计,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拆 那鱼鱼比少奴的历史更加悠久 1927年,蔡宝田先生是兴建的 就打正旗号是英国式大宅 所以建筑的方法 和你看下去,现在你将会看到 和这个少奴是完全不同 少奴也有一些中式的味道 那鱼鱼鱼 直接摆明是英式的 这里也很像我刚才所说的 少奴曾经在停车场 这里也有停车 你看到悬挂后面 其实也很精细 有一些浮雕 雕刻 但是已经脱了色 所以也看不清楚是什么 但是暂时没有活化的计划 如愿这个也是荒废了 就会有鬼故 鬼故比少奴更具体 网上最传的最多是 女主人捉奸不遂 将七股女子活活泡 故事大约是 女主人发觉男主人 即是老公 勾三搭四 最终明惨访 发觉男主人是自己聘的七个 其中一个就是狐狸精 谁知道 闫来闫去都没有人肯认 女主人唯有 凌获莫众 全部一次过 拿去鱼院后面的祠堂 浸瓜他 一浸瓜他 当然 一些鬼屋 就会出来 这些传闻 又说 女子哭声 叫哭声 信不信就由你了 但是当然 因为这些大宅 那些猴人搬得走 搬下搬下 就没有人了 你看到 渐渐就会荒废 你也有钱 通常 丢在这里 没人理就算 又不想起它 又不想拆它 又不想保育它 那这个就是那个鱼丸 你看一下 英式大宅 所以你看到它的顶 就是一个类似中楼的拱形位置 同时 诗诗正正正的少路 是完全两回事 一样 你亦是不能进去的 他呢 又是有些youtuber 他写着后果自负 鸡腩大特指 私人地方不得内进 唯者送官救治 后果自负 恐吓你一回事 当然我都不会进去 门口都放在那些 所谓的制品 在这里 zoom 进去看 其实里面是非常分乱的 即是全部都是 颓换拜 或者一些工程用的用品 当然你要强行进去 我相信也不是不行的 只是日光日白就好像浪了一点 如果上网也找到一些youtuber 有进去 那我就没有了 纯粹在外面拍摄一下 当然这个中间也有一个水池 一个装饰 浸死的不是在这里浸 那是池塘 就已经填平了 这个应该要浸都可以浸死它 但是 不是这个位置 大家不用怕 那你会看到 外形上 鱼丸与这个少路的分别 鱼丸是一个红砖楼 由红砖砌成 然后当然有露台 那刚才这个少路 就是一个所谓的 混形土 石屎所建的 一些 比较偏向中式的西关大宅 那只是这个 大家已经是非常不同的 建筑风格了 那同样地 因为荒废得太久 其实房子都已经 生了树 刚才也说过 树在房子上 有些人会觉得比较陰 所以 吵鬼的传闻 亦都不绝 当然 亦都有一些 可以去探柳 那也是 罗罗喜的 几个YouTuber AP 也有过去看 那我们就不是探柳 不过 这里就可以比较接近一些 因为旁边还有一个 车房 你会看到一个工程的人 在这装车 相对会多些人气 也会比较接近到 而这个噴水池 亦都很精细 其实 要看清楚一点 其实有天鹅 当然 亦都因为 实在荒废得太久 但是 水池 是有鱼的 是有鱼的 所以 你说 有没有人理 又好像不是完全没有人理 但是 又可以方方点废 这样 不知道 有什么最终的结局 今天 这段影片 就介绍了 就是元朗两大鬼屋 少爐和鱼圆 希望你喜欢这条影片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多谢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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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